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,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地质灾害的发生,所以在现阶段,日本很多研究人员都开始试图在自己国家监狱内,试图找到能够破解地震的奥秘,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每年降低地震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的损失。 当然日本不单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,也是时常会有火山爆发的国家,在这国家的内部有着大量的火火山,一直都在程序中,稍微有火山的爆发,显然也会让这个国家有着大量的经济损失。 而科学家已经发现,在发生的地震跟火山爆发的过程中,都是跟地球上的板块运动紧密联系,所以要想去破解目前这种尴尬的局势,必然就是要去研究透色火山地震的作用机理。 这就让研究人员开始去打穿地底,目的就是希望找到到底的运动机理,而这就让日本科学家开始在这过程中,开始去打穿地底,并且在这过程中,发现到了有黑色的浓烈物喷出在地表上,而这就让研究人员开始推测。 这很有可能跟地震有关,并且决定着人类的未来,通过一系列的分析,发现这种黑色的浓烈物,是由内部的板块运动产生。 换言之,要是在地下有着旺盛的运动,显然能够看到这期间有着浓烈物的产生,那么研究人员就能够以此作为依据,目的是希望能够在这过程中,找到地震的作用情况。 一旦有着内部的情况出现,显然可以有着全面的监测系统。 当然这样的黑色浓烈物还有其他的作用,因为在探测到地底的板块运动过程中,会出现不同浓度的分析。 要是通过科学鉴定其浓度的方法,找到其中板块运动的趋势,必然可以在这分析过程中,找到板块运动的奥秘,从而去破解跟板块运动有关的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